今天唐大厨就教你历道 好吃的蟹柳炒鸡蛋 大家看到我们买到新鲜的市场的蟹柳 然后我们取四枚鸡蛋 这个是我们香葱 香葱花 这是我们大葱的葱丸切葱花 放入盐 白胡椒粉 然后我们打匀 我们再少加一点糖 搅拌均匀 然后把这个大葱的切的葱花多放 香葱沫再放进来 最后我们把这个蟹柳 整个都放进来 锅烧好之后呢 我们放入油 然后油呢 烧到四成热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打好的蛋液和蟹柳 一块放入锅内 然后呢 用勺子 一点点往后翻个 大家可以看 这时候呢 我们火不能大 看到了吗 现在这种情况就可以关火了 用这火的余温啊 继续啊 把它炒香 蟹柳炒鸡蛋啊 现在就熟了 我们可以装盘了 第一道的蟹柳炒鸡蛋 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的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我们下转的蟹柳炒鸡蛋 我们下转的蟹柳炒鸡蛋